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在Offer 介紹美食時 今天去了九龍城 看看那邊 青春牛肉館 我本來想去拍青春牛肉館 殊不知多人多到不得了 門口站了很多人 今天轉戰到另一間 不吃青春牛肉館 就來到同心泰國菜館 這路程由地鐵站走過來 我猜要5-6分鐘左右 因為偏近富豪東方酒店附近 會頗為遠 我到了門口 進去坐下來再和大家慢慢聊 因為要安心出行 就是這裡 同心泰國菜館 重播 龍頭排 進入了同心 因為達 realim foreground 至前有多有人 今天決定來同心試試看看 因為其實想去清真 清真是有超級多人 不是開玩笑 而且這間同心這麼久我們都沒試過 看看東西行不行 而且這裡的冷氣也很夠涼 我們最重要是吃東西不是說什麼 最重要是冷氣夠 因為今天天氣真的頗為熱 其實餐牌也有很多東西 它有午時套餐52元 還有一些冬日限定午時套餐 同心抗疫價50元 另外還有一些餐牌 餐牌會拍攝給大家看 老婆現在正在看 等她看完 叫什麼再跟大家慢慢聊 首先說說這個泰式生蝦 108元有7隻 泰國叫公車名號 我猜很多人去過泰國都認識 這句泰文不是說很難說 其實每個人去開 譬如溝敏契 譬如泰式奶茶叫茶龍爺 這些簡單泰文已經很多人都認識 這個生蝦已經做好了 放好在這裡 用保鮮紙包著 有人來的時候 就揭開了 拿出來給大家吃 這裏的生蝦很新鮮 看上去 我們拔出來的尾部 全部都可以拔得完 因為如果不新鮮的 很多時候尾部會黏住 拔不完 這個真的做得很好 另外它有苦瓜半邊 這個我老婆很喜歡吃 但是我都可以告訴你 我是不喜歡吃的 這個真的不錯 108元在九龍城來說 我再次找到好吃的生蝦 因為不怕跟你說 我之前有一間吃生蝦 吃完肚餓 餓得我好厲害 我對這個印象 在香港吃這些我都有點害怕 但是這裏我覺得 它起碼吃下去的味道是夠新鮮 而且很好吃 再配上這個酸辣汁 泰式那些 這個真的很好吃 不錯 108元 完全不貴 這碗是泰式船河價錢50元 哇 上到桌的時候 湯底真的有泰式船河那種 那麼深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泰式船河呢 它的甜度 香度 鹹度 還有濃郁的味道 雜於一身 其實泰式船河有部分的湯底料 是用牛血做的 所以味道既濃郁又好吃 如果不喜歡吃牛血的人 可能會比較避忌 不會叫泰式船河 就叫普通的魚蛋河 或者海鮮湯河 另外它加了很多金不換芽菜 芽菜呢 我就不覺得它選用了泰式肥 嘟嘟的芽菜 近乎是港式的芽菜 比較瘦猛猛些 除了有金不換之外 它還有其他香葉的味道 它加了很多炸船 所以這個湯底更加濃郁 配料呢 除了有河粉底之外 就有牛肉 有豬潤 這個呢 它有三粒的 相信是豬肉丸 因為我們買過泰式的牛丸 它是比較深色一些 這個呢 就是淺色一些 另外有通菜 還有很多蔥粒在這裡 蔥粒呢 它包括有蔥白的地方 還有豬皮 最特別呢 就是有些地方會落牛排葉 那麼它這裡呢就落豬潤的 那豬潤呢 都不算太粗口的 雖然比較薄身 也都沒有血腥味 或者一些不好的味 都不會煮到那個湯底 起泡 最後呢 它的河粉底 它是選用了普通 我們在香港茶餐廳 吃到的炒河粉底 是比較厚身 沒有那麼滑溜的 但是那個湯底呢 真的夠熱 很好喝 那如果它選擇 泰式那種很闊身 很滑身 那種有煙韌度的 可粉底呢 那就更加好吃 那你問我50元值不值呢 我覺得這樣的味道呢 是很難得的 都算值得 給這個價錢去嘗試一下 那我多說一些 其實大家看不見我鋪牌那張照片呢 其實是在泰國拍的 那裏呢 就是吃一些叫做Mini的船河 12匹一碗而已 很小碗很小碗 我有機會找些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我那次幾個人去吃 吃了幾十碗 所以你看到這張照片 如果大家留心 我是搭了很多個碗在上面 這個呢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那次吃多少碗東西 喝了多少杯東西 這個呢 泰式濕炒河粉 它可以要豬牛或者雞 很多時候很喜歡吃豬的 為什麼呢 豬的香味很特別 而且在泰國呢 炒豬肉的河粉呢 是特別好吃的 炒牛和雞呢 雞會比較粗 牛呢 它們都沒有那麼漂亮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豬呢 有時候有些很滑 和很香的 說說河粉呢 它這個呢 是我最喜歡吃的河粉 你看看 它是辣過的 這些就是一些正正中中泰國的做法 泰國呢 是很喜歡把這些河粉辣了 然後呢 先兜完放在這裡 埋回這個蜆 就變成一個濕炒的做法 跟香港有些不同 香港呢 因為那些河粉 第一它不是那些泰式河粉 這些河粉會特別粗條些 你看看 是有硬度的咬下去 完全有些不同 和滑口很多 當然 也有級數分 不是說一定一定是漂亮 但是今天這間呢 是吃到它是OK 好吃的 裡面的配料有什麼呢 有些西蘭花 有瘦鎮菇 很大片的 另外那些芥蘭呢 它也批過一些皮 頭頭那邊批了一些皮 所以很脆咬下去 另外那些蘿蔔呢 就咳到像薯條一樣 那些紅蘿蔔 也是很脆厚 另外豬肉那裡 它也做得很好 不是很粗身 你看看 還很濕潤 很juicy 看一下 不是 dış出跳 全 都不好吃 淋 pretty 真是好吃 58米 都算真的不錯 在長沙灣有一家 附近比各 ein 都好 但我覺得 сто大家 58米 又便宜又好吃 这煲是太式鱼肚汤78元 上桌的时候想不到是用平时吃煲仔饭最小的尺寸的煲 装着的 里面的材料一望就有很丰富 很多种类 吃下去都挺像我去新梅江吃那个九黄瑶柱羹 那些渣其实多过一些水 我想喝那些更多的你就未必满足了 但你喜欢吃渣的话你就非常满足了 里面吃到有笋丝、冬菇丝、鱼桃、鸡丝、芫荽 最特别是什么呢 还有半只蛋 保保你吃完这煲食不饱就出奇了 吃下去的口感它调教的味道都非常浓郁 挺好吃的 有点像红烧鱼翅那种味道和口感 鱼桃亦给的份量够多 收$78元加上材料真的一点都不贵 现在我们摊久了吃了 其实表面的渣已经凍了 但里面的羹还是偏热的都算好吃 这个是泰式猪瘦 我们来这碟之前 他就来了碟饭给我们 来错了不要紧要的 我先谈一下汤 饭有汤放下了 他也没有拿走了 给我们喝 这个汤就是很多时候 去一些泰国的水门鸡饭 或者某一些地方吃一些饭 他会拿一碗冬瓜汤 又或者是萝卜汤给大家的 今天这碗是萝卜汤 够热够好味 葱也够香 做得来不会有很多味精 所以真的很好喝 说回这个猪瘦 很多时候我不是那么喜欢吃猪瘦 为什么呢 猪瘦有时有些比较肥 有些比较瘦 这个很适中 其实泰国有一档吃猪瘦 很出名的 100匹一碟 经常要排队 我都可以让大家看看 上次排队的情况 大家看看 这碟88元来说不算贵 首先猪瘦不少 看上去看看 蛋呢 看不看 你留意泰国的蛋 很多时候都是熟熟的 我们在泰国 都很辛苦 找到两档出来 是一些流心蛋 因为要做流心蛋 我想他们没什么心机去做 每次都是 很随意地放进去 绿熟了 那就算了 那两档在哪里呢 就在Emporium 上面的food court 还有有一档 在抛开干地楼底下面的food court 有两档是做到流心蛋的 我们都找了很久 其实我们在曼谷吃东西 差不多可以说 我们去到的地方都去过 就找到这些蛋来吃 因为我们很喜欢很喜欢吃 例如小暗春蛋 这些流心蛋 都会吃的 讲回正题 这些芥兰 它锅得很好 都是够爽 另外 它有些咸酸菜转底 咸酸菜不是太咸 味道亦都很适合 所以这个88元 如果叫做饭来拌饭 是真的很好吃的 真的不错 所以这个 都真的做得很好 这些九龙城来说 我这间都暂时来说 觉得东西全部都整体上挺好吃 这个白灼丝坑88元 一碟的份量也不少 这里段估计有20多个左右 这个丝坑 它锅的时间 当然是超过了少少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去过泰国的人就知道 如果你们叫丝坑 你不是吃开的 我很相信你一定叫它换 为什么 丝坑 就是血坑 那些血色 不是一种血 是它里面的汁液 其实不是绿不熟 它是熟的 只是说它里面的汁液流出来 是红色 感官上 见到血的东西 大家都以为是不熟 但其实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讲讲 这里88元 分量 不是小 但价钱当然贵 为什么这么说 泰国食 可能收你100匹 或者100多匹 我记得好像150匹左右 不算太贵 8、5匹即是4、50元 其实价钱还可以的 但泰国造型会做得比较鲜 和它的丝坑会比较好 更漂亮 另外这个辣汁 我们很喜欢吃的 绿色的辣汁 为什么呢 绿色的辣汁 有些 类似青岭的味道 绿色的辣汁 每种辣汁都有独特配搭 我感觉上 我很喜欢吃这种 我也试过去找 有没有现成做好了 其实比较难找 多数都是在同心 同心有一瓶瓶的辣汁 但现在卖得很贵了 至少 六十多元 七十多元 一瓶 我不是吃得很久 我们先前买便便宜 这个丝坑整体来说 它算做得不差 价钱贵 但很好吃的 至少它的质素做得不差 不会超过了 这个真的不错 值得一试 想介绍一下这两杯泰式特饮 第一杯泰式芒果沙冰 33元 它做完出来的份量 跟一般的泰国普 做的份量一模一样 它是用平时我们喝菠萝冰 雜果冰那种杯装着的 芒果沙冰做完出来 那些沙冰都很有滑 芒果甜度非常之欣赏 因为比起我上次吃的那间泰醬馆 好喝很多 甜度是浓郁很多 另外它的沙冰因为比较有滑 一点都不刺口 喝下去的感觉既清甜 又冰凉 非常之爽 因为外面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刚才老公没进来之前 已经咸到整头汗了 对呀 真的好热好热 整头汗 所以我说来到这里 我们不是进去的东西合不合吃 我要进去看看冷气够不够 冷气够了 我再看看东西好不好吃 有时候我们试过东西很好吃 但是冷气不够 我是不会进去的 轮到第二杯了 第二杯是泰式冻奶茶 刚才老公也说过泰式冻奶茶 怎样叫 其实我们都是说广东话 他就明白了 不用说泰文的 在九龙城大部分泰国餐厅都是用广东话来落单的 另外如果他见你会说几句泰文 他才会有时跟你少少口说一两句泰文 回应回来 这杯泰式冻奶茶 有点好似泰国我们去旅行 在街边车仔宕 冻那种冻奶茶 又香滑 又有独特的茶底味 但是你问我是不是用捷永的那种好喝 那种香濃那种味道 就不是的 但是真的好似一般街边车仔宕 你要求他帮你冻的泰式冻奶茶的口感 和味道一模一样 冰他都比得久多 所以喝起来又香滑又顺喉 非常之欣赏 还要令我有点点挂着泰国 最后就想说回这个泰式冻奶茶 其实跟哲永的分别 就是茶底没那么浓郁 还有哲永的茶叶是更加香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 就可以去Chartamuy那种试一下泰式奶茶 还有这里有一个优胜之处 就是它可以比你点小甜 因为一般的泰式冻奶茶 都是比较偏甜的 但是一般香港人就不想喝太甜的东西 你就可以跟他要求不要冲那么甜 接下来就讲讲这个香芒海鲜炒饭 其实原先我们想要香芒蟹肉炒饭 但是也是那句 因为疫情关系 很多家我们去叫蟹肉 都是没有的 最后我们转做香芒海鲜炒饭 这个炒饭出来很香 它又不是超干身 但是不至于去到濕的那种感觉 它是有点濕的 始终你用海鲜炒会比较濕 你说全肝可能是很低的 因为它落蛋也落得很好 比较多 你看点色就知道了 饭会比较偏黄的 即是它蛋也落得很多 令到这个饭可能就会没那么濕 那么黏 另外这些芒果 好甜好甜 真是好鬼甜 而且它不是很濕好濕 有些是用一些就烂的芒果 变成一坨江湖山莊炒到 就不能形成一粒一粒的芒果 它这个做得到一粒一粒 很好 另外 鱿鱼也很大牙 它切的尺寸也挺好 不会太大 有些太大太长 也不是做得那么好 还有些青口 青口的份量我估计也不会太多 但是它这些一定是雪藏 不会是新鲜 但是你拿的尺寸也刚好 整体上整个饭盛起来 它还落了少少鱼露去炒 很香很好吃 当然 价钱一定会贵一点 但是吃泰国饭 九成 价钱也是这样的 不可以说贵的 因为其实全部吃泰国饭 你差不多接近 用泰国价钱来放在香港 只不过泰国就随四 香港就收正价 你这样想 就好像觉得 正在上自己容易接受到 重大发言 最后在里面看到有两只蝦 我以为没有蝦 因为它有一个叫 香芒大虾炒饭 我以为没有蝦 最后看到有蝦 所以说有时 我们吃饭 不是想找乱些东西来说 现在发现有了 我就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我好像卖广告 要做到东西漂亮一漂亮 我亦都可以炒到乌尼玛炒 但是大家就会看下去 试过上就会不好看的了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里面是有蝦的 蝦也很爽口 也不差 就是这样了 这碟是炭烧鲜油 价钱115元 拿到上桌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失望了 因为看上去的照片 这个鲜油很大 但是拿到上来 只是一般的 但是吃下去的口感 就180度转变了 它是我以往吃过 炭烧鲜油最佳的口感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有两次 我就在泰国曼谷那里吃的 一次就是李海泉海鲜煮头来的 另外一次 就在唐人街街边当 R&L那里吃的 为什么呢 其实吃鲜油份量呢 曼谷那两次的确大碟很多的 那只鲜油 看上去都很吸引的 买上 但是吃下去的口感 始终都没有现在我在镜头面前 给你看那碟那么新鲜 吃下去 除了有爽口蛋牙的口感之外 它还咬得出鲜油本身那种鲜甜味 非常之好吃 配上起它加上这碟酸辣汁 酸酸辣辣 很醒胃 虽然青岭汁的份量比较少 但是它另外再调教了少少甜度在里面 吃起上来 不会说太酸太辣 仍然是很受欢迎 很容易接受到的 刚才老公也吃了一两个的 好不好吃 它真的很好吃 烧得很好 起码不会烧到柴了 咬下去还有弹性的鱿鱼 有些烧完之后就好像以前的汽软门口那些烧鱿鱼干 只有干字 但是很好吃 但是这个就不是的 它里面还有些 湿润 咬口完全不同 虽然看上去真的很小 但是我都觉得这百多元是值得给的 这个长度大概有我一只手掌 那么大 另外我吃第三次烧鱿鱼的地方 就是澳门来的 澳门我也试过在烧烤店吃过炭烧鱿鱼 但是口感也没有这里那么好吃 那么出色 值得一赞 美人超镜 一些是青菜 很多都是汽车 接着就讲讲最后总食评 这家同心泰国菜馆的食物味道真的不错 我们来九龙城这么多次 很多时候都没有走来这一边 多数来这边都不错 都是去竹园海鲜饭店吃的 因为它有套餐 又有橙汁 又有啤酒喝喝 所以很少会来这家吃 多数会去了另外那边 那间同心买杂货 还有那边有很多泰国菜馆 即是上次檸檬 泰杖馆那些 这边就比较少过来 想不到今天进来这边 食物的味道真的很好吃 所有东西 我都不知道哪一样东西比较那么好吃 我最欣赏不是猪手 其实我欣赏的猪手是什么呢 是因为它这么久没有结一块油 它还能够吃到 很爽口弹牙的感觉 不会放得久就变成结了一坨浆糊 这个我就是很欣赏的 另外那些生虾丝堪 即是比较生一点的东西 都做得很好吃 宵夜固然烧得很好 煲也做得不错 饭也炒得很好吃 价钱贵 我不觉得很贵 其实你去任何一间泰国菜馆 我都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价钱 说多一点点 我知道未来泰国 开始不需要检疫 都可以过去的 因为我都很一路 更新看着泰国所有的新闻 以及他们开关情况是怎样的 因为说真的 我从19年底开始 已经一路没有再去泰国 我不怕说 最后那次想去泰国 其实我是想过泰国 买口罩回来 因为我见到有很多人都买不到 我都想出一分力帮下人家 买口罩 但是人家就说叫我不要博了 因为他说 怕我都会惹到病了 我都很感谢朋友 同事 他个个都很关心我的 我老婆都不介意的 其实他说你帮到人就帮了 没什么所谓 我都幸运过 最后都没过去 最后19年底我就没过去泰国 但是现在已经2022年了 我真的很想再过泰国 我们亦会计算 未来准备过泰国 亦会过泰国介绍美食 介绍吃喝玩乐给大家 当然我不会说 纯粹过了泰国就不理香港 亦会回来香港 我可能会滥梳 泰国香港泰国香港这样做 亦会介绍美食 亦会在泰国介绍 例如去试酒店 去哪里购买 去哪里吃东西 其实我有很多地方 可能有些香港人未必会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肯定有一间 你们是以前未去过的 我稍后再告诉大家 那间店是很划算 亦不是太难去 这是我一直以来 我们足足去了20年泰国累积所得的 希望大家未来都会喜欢我这些系列 可能会有一两个月我在泰国 另外遲些时间我又回来香港 我都会两边走的 希望大家喜欢 另外去看看老婆还有什么补充 我今天最喜欢吃的就是 濕炒猪肉河粉 哇 河粉底辣的那种焦香味 我到现在还记得 另外泰式生虾 像我老公说的 很容易摸到 连上尾部很完整的 做出来那种是新鲜虾 今天我吃一只都做到 所以应该不会肚萎吧 因为我们的肠胃很敏感的 如果有肚萎 基本上未埋完单 就已经肚痛了 接下来就是 尸痕 虽然看上去的买相就好像 六过了龙 但吃下去的口感 鲜甜不到 都非常突出 份量有够多 我想超过30只都有 所以整体来说都算是好吃 接下来就是 就是这个鱿鱼鱼鲜甜到 蛋雅的口感 真的非常之好吃 加突出 所以整体来说 今天这一餐 差不多任何的菜式 都是满意的 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看影片的话 订阅、赞好、分享、留言 多谢大家支持 拜拜啦 拜拜 by bwd6